在阿联酋举行的跳水表演比赛已经圆满结束 目前中国跳水队也已顺利回国 冠军小花拳红蝉戴着蓝色帽子出现在机场 这一次队员们坐了6个多小时的飞机 中国游泳队和跳水队集体入驻广州嘉义皇冠酒店 酒店占地面积11700平方米 具有古典的欧洲建筑风格 天河区东浦第一家温馨舒适的五星级商务会展精品酒店 酒店距离白云机场40分钟车程 值得一提的是 一名随队人员晒出了今天的饮食情况 并配上了几张图片 不得不说他们的伙食真的很好 有肉 鱼和蔬菜 营养均衡 并称赞了广州美食 实在广州看来没忽悠 入境第一日三餐 翻了翻奥运会回来隔离的老鸣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这个队员这样说 全红蝉也住在这里 需要隔离21天 面对丰盛的食物 不知道全红蝉是否会发胖 不得不说 隔离酒店这次考虑得非常周到 伙食配备方面 真的没亏待隔离的人 从比赛中归来的运动员们 确实需要好好补衣服 毕竟 比赛消耗了很多 为了训练也不能多吃 然而 食物这么好 很多网友仍然担心小红 毕竟 隔离时间太长了 他们担心小红吃得太多太甜 不利于他未来的发育 毕竟 跳水运动员应该保持良好的体重 才能保持最好的竞技状态 也正是因为需要帮助全红蝉 度过发育这道难关 国家跳水队才安排了陈若霖 给他作为主管教练 毕竟陈若霖在这个方面 有很好的经验 也希望全红蝉能够严格要求自己 在未来的职业发展道路上 再靠加进 全红蝉在这次跳水表演中 始终保持着良好的状态 尽管面临着深不可测的大海 但全红蝉克服了恐惧 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比赛 最后 他还成功地帮助中国队 获得了第三名 小红颁奖时也很高兴 对于初出茅庐的他来说 参加更多的比赛 也可以积累更多的经验 と不想地帮助你 也要放在这次跳水表演中 现在便想回答 对于什么 冠状的目标 也要放在这里 您也要放在这里 所以 尤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